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是在世上 是客旅 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做成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真是愿意屈膝来向你跪拜 主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你朝长的羊 是你手下的名 我愿我们今天都听你的话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的话 这一段圣经里面是讲到旧约里的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牵涉到很多的人 但这里他主要提到了 从亚伯拉罕开始 那么亚伯拉罕在旧约圣经里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 那我们从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 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神对今天在二十一世纪的你跟我的旨意和计划 所以旧约里面记载很多的故事 不是只是像一个小说讲一讲一个让我们娱乐一下 圣经里面所讲的事情和今天的你我都有关系 那么亚伯拉罕他在旧约里面呢 他特别的地方是 神把他从他的家乡呼召出来 神给了他一个应许 叫他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呢 神应许他说 你在那里 这个是在创世纪的第一 请你再帮我click几下 请你再帮我click几下 再帮我click几下 又这里 后请我放了一些delay的东西 不应该放 再继续click 一直到这页完 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 这里是上帝他告诉亚伯拉罕的话 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告诉亚伯拉罕 圣经上这么讲 那神就对亚伯拉罕 耶和华人对亚伯拉罕 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 他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 只是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所以神给了他一个应许 那亚伯兰或亚伯拉罕 那时候呢 他就照着齐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那里 他就遵命就去了 所以第七 齐伯来书十一章八节这里这样说 亚伯兰因着信蒙召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 有几个重要的字 一个是信 一个是蒙召 一个是遵命 一个是得为业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这里所有记载的人 都被称为信心的伟人 跟从神 认识神 是要从信心开始 那么我们从这里看到 齐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说 神给他的应许 叫他出去的时候呢 他还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样的地方 他唯一知道的就是 神要他在那里得为业 那我们人生好像一场旅途 旅程 或者我们今天说我们人生如客旅 下一言 我们人生如客旅呢 这个是以前我记得小学的时候 在写作文常常会有的题目 那后来在读圣经之后呢 发觉圣经里面也是这么讲 他说我们人生好像就是一个旅程 那我不知道你在旅行的时候 你的感觉怎么样 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会觉得很兴奋 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计划 我们要想那里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 那我现在常常要去的地方 都是先有别人介绍过 他们去过跟我讲 那里很好 所以我就会想要去 那然后跑去那里 这个我们弟兄可能比较忙着照相 忙着看风景 那姐妹可能就要找地方买东西 那小孩子呢 我记得我以前带我女儿 那时候我岳母在德国 德国应该很有趣 对不对 结果呢 最西文我女儿的是哪里呢 是那里公园的playground 我就说 playground我们家旁边也有啊 你为什么要跑到德国来去playground呢 对她来讲吸引她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常常忙了一顿之后 然后大包小包的 我们就回家了 那我们人生的旅程 好像也有点像这样子 那昨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 一个课程 放了一个他们这个 celebrate recovery的一个 video clip 我觉得非常适用 所以我今天愿意再放一下 它里面讲到的很多东西 那个audio可能也要开一下 很抱歉是用英文的 所以如果你不懂英文的话 你就看它的画面 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意见 一次 就是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我们有什么东西 我们找到东西 我们找到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例如你看 believe There's self-reception I think that's a great idea, don't you? I love it It makes us ask how it's just like why did I do that or how did I get here and what is wrong with me Because this stuff is heaven, it's vulcan I'm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It makes everything in life harder, especially relationships You might not know where it came from or how you got it But there's only one way to deal with that Throw it down, drop it, just let it go Sounds easy, but it's not You carry something long enough, it feels like a harbor You walk away, but a minute later, it's back in your hand But the back is streaky like that You gotta keep dropping, keep throwing, keep letting go So you can take over something better God's best for your life And for that, you're gonna need both hands Celebrate recovery, real health for life's baggage Been you soon at a church near you 最後一段應該剪掉了 不替他們做廣告 但是它告訴我們 我們人生 我們開始在旅行的時候 我們就帶了很多的包包 各種各樣的包包 有的是物質的,有的是精神的 所以我們也帶著一些我們情緒上的包包 我們在這世界上我們帶的越多 我們要旅行起來怎麼樣 就越辛苦 那這些包包常常成為我們很多問題的來源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你當初來美國的時候 我想我們這裡第一代的移民比較多 比較少在這出生 你當初來美國的時候 你有一個怎麼樣的心境 你是會想到來這裡會得到一些什麼東西 我會不會帶著一個很興奮的心 想在我來到這裡 我可以做這個 我可以做那個 我可以得到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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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移民來這裡 跟我們一般去旅遊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去旅遊的時候 我們就只準備出去了就回去了 但是我們來到這裡之後 就不太一樣 我們在這兒就可能開始要買車子 買房子 我們就準備在這兒住下來 是不是呢 那麼在我們人生的旅程 如果聖經它也說我們是一個旅程的話 那麼聖經裡面要我們怎麼樣來走過這個旅程呢 我們會發覺亞伯拉罕他的故事 跟你我 對我們今天的你我 有很多很多的啟示 第一個亞伯拉罕神呼召他 叫他要離開本族本鄉 所以亞伯拉罕他遵命 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要離開 這個離開 這個離開就有點像我們剛才看到的 Videoclip 它要我們把我現在所有的東西 我現在所有的家 我現在覺得很舒服的家 我要把它放給你 我不離開 我不可能到別的地方去 是不是 所以那個Videoclip他講說 可是有很多時候我們捨不得放下那些東西 我們覺得那些東西對我們來講太重要了 所以他說Bags are tricky 他有時候還會回來的 他放下來 過下怎麼又在手上 我們有時候想要放 我們有時候想要放 還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我們也知道 很多時候這些Bags 這些所有我們帶的東西 對我們實在講常常是煩惱 我們當初可能帶著很大的期望來到美國 但是我們到了美國 我們真的得到我們所想要的嗎 很多人來到美國 才發覺原來那只是個夢 來到這裡 夢就睡了就醒了 很多人在小時候在關係上受到了傷害 他就期望能夠盡早找一個對象 能夠給他愛 讓他能夠受傷的心靈 能夠重新地被恢復 但是匆匆忙忙的婚姻裡面 發覺原來那也是我們在行 在旅行路上的一個包袱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 我們要捨向要離開 其實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很奇妙的是 亞伯拉罕他怎麼能夠離得開呢 那剛才我們讀的聖經裡面講到 亞伯拉罕因著信他離開了他的家 他信什麼呢 他信上帝叫他離開 叫他去得偉業 這一條路是一個正確的道路 是一條蒙福的道路 可是聖經裡說他走的時候 他還不知道要往哪裡去 我們今天也跟亞伯拉罕一樣 我們蒙神所造 很多人就會常常在想 那我今天上帝會在我面前預備什麼 他會不會預備一個什麼樣的工作 他會不會預備一個什麼樣的對象 我們會想很多 很希望知道 上帝能夠把我前面的路 通通讓我知道得清清楚楚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要是我不知道的話 我就放不下心 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怎麼樣 我很擔心 那你有沒有留意到 這就是我們不信 我們信不過神啊 所以我們才會有這麼多的憂慮 才會一直想要知道 到底結果怎麼樣 然而我們知道 神他為我們所預備的 聖經裡面說 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是眼睛未曾看過 耳朵未曾聽過 甚至人心也未曾想過 所以我們想要知道 它不是怎麼樣呢 神為我們預備的地方 是怎麼樣的呢 神在聖經裡面 給了我們一些啟示 我們對於 到底旧約裡面 很多的故事 他對我們今天來講 都有很好的對照 或者說是一個很好的預表 那麼亞伯拉罕神要他離開 本族本鄉 那個本族本鄉 對照的今天你我的什麼呢 那很多的解經家在這裡 都會講到 他要離開的本族本鄉 就是指著這個世界 另外也有人說 就是指著老我 或者說是我們覺得很舒服的地方 英文講就是我們的 comfort zone 那麼神要我們得為業的地方 就不一樣 祂要我們去的是神的國度 相對於這個世界 他要我們要放棄 要離開我們自己的老我 要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神要改變我們的生命 我們原來的日子可能很舒服 或可以活在罪惡裡 而不會有罪惡感 但是當我們成為神的兒女的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與罪惡打仗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經過旅途的勞累 下一項 那麼亞伯拉罕他遵命 他開始上路了 在那裡他是一個做客的人 亞伯拉罕他到了神所要的 要他去的地方 那麼在西伯來 對不起在《创世紀》的第十二章 第七節 《创世紀》的十二章的第一節到第二節 講到神呼召亞伯拉罕 離開他的本宿本乡 要往他所应許的地方去 到第七節 五節之後 亞伯拉罕他就到了迦南地 但是呢 他到了那個地方 神應許他說 這個地方是我要給你厚乙的 那意思是什麼呢 這個地方不是給他的 這是給他的子孫的 所以你們說 如果你到了一個地方 我們今天這樣講 有點像 你知道我們在這裡有時候買房子 我們很多房子就預售對不對 還沒有蓋好他就先賣對不對 然後你說我也要買 然後他會告訴你說 給我今年十月交屋 那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 說我這個地方是要給你的子孫了 就好像說OK 我今天我要蓋一個房子給你 這個房子要什麼時候交屋呢 要五六百年之後才交屋 因為從神給亞伯拉罕這個應許 到真正亞伯拉罕的子孫 他的後裔 得到迦南地 進到迦南地 成為他們的國家 這中間有五六百年的時間 所以亞伯拉罕他看得到看不到 神給他的應許呢 五六百年之後才交屋 你看得到看不到 你當然看不到 你能夠看到的是什麼 最多就是一個藍圖是不是 一個圖子對不對 你看不到真實的東西了 所以亞伯拉罕他到了迦南地 他到了神所應許的地方 可是呢 他必然 他反而在那裡是客人 是寄居的 西伯拉署第十一章第八節第九節 他說到 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做客 我們留意到 他仍然是因著信 所以他在所應許之地做客 他沒有跟上帝抱怨說 嗯太久了吧 你就讓我現在得到吧 沒有 他知道這是給他子孫的 所以他雖然在他的地方 或者說他將來神應許給他的地方 可是呢 他卻好像在異地居住藏坎 與那同盟一個應許的以撒亞哥一樣 他還沒辦法擁有那個地方 然後下面說 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所以他到了 將來要属於他的地方 可是呢 他還得做個客人 做個寄居的 他需要等著 上帝把那個房子蓋成 等著神的應許真正地實現 所以這一段五六百年的過程 我們看到 亞伯拉罕不但他沒看見 他的兒子以上也沒看見 他的孫子雅各也沒有看見 我們在今天的這個世界上 我們在今天的這個世界上 我們也跟亞伯拉罕一樣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有神的應許 但是這些應許 照著一個神學上的字眼 叫做already but not yet 所以你說亞伯拉罕他到了他的旅程的終點了嗎 你說他去到迦南地 上帝說這個地方是要給你子孫的 你說他到了他旅程的終點了嗎 很難說 好像到了又好像沒到 因為到了這 這是上帝應許他的地方 那沒到 應許要給我的 可是我現在還拿不到 我們今天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也像這樣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這一切都是暫時的 都是會改變的 所以昨天我們在上這個全新的你的一個模擬的課程的時候 他問了一個問題請大家討論 我也請問一下你們看看你們的答案怎麼樣 他的問題是說 你覺得在你的人生當中 有哪些事情是你覺得你可以掌握的 哪些事是你有把握 你可以掌握的在你的控制 是在你的手中 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怎麼樣 不過 我看到有人搖頭 不過我看到的 我們那個小組長分享的就是 他覺得他年紀越大 他就越發覺他沒有控制 然後透過後來一個年輕一點的弟兄分享 只是說 在五秒鐘之內的事 我覺得他沒有控制 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到底有多少事情我們能夠控制的 為什麼我們控制不了呢 因為這個世界會改變 因為這個世界都是暫時的 我們所抓住的 所擁有的東西 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們會失去 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改變 即使再好的東西 我們中國人說 不管天下怎麼樣的宴席 總有結束的時候 所以傳道書傳道者 他會寫下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 這就是他在這世界上追求 所得到的一個結果跟結論 在這個日光之下沒有心事 當我們覺得一些東西我們新鮮 我們覺得快樂興奮 但是過了之後 我們就發覺對我再也沒有吸引力了 所以人生從負面來講 就像傳道書講 我們開始年輕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抓 一直在擁有更多的東西 可是到年紀大了之後 我們開始發覺這些東西 成為我的burden 成為我的burden 也許我們開始覺得 我們在這裡看到別人有棟房子 我好羨慕啊 等到我們開始自己擁有房子的時候 我們就成為房子的奴隸了 為他割草 為他清潔 我們就開始 再來繼續的裝置更漂亮 我們也許人家覺得 我有部車子就很方便了 等到有了車子之後 又是保險 車子又出問題 再不然什麼時候 不小心撞了車 你會發覺原來這些東西 就像我們看到的video clip一樣 其實它阻礙了我們很多的事情 包括我們人際關係 夫妻之間吵架的問題 Number one是為了財務吵架 我們的那個backage 就像那video clip一樣 影響了我們跟人際的關係 所以我們看到 在這個世界 這一切都是暫時的 一切都會改變 但是神所應許給我們的 卻不一樣 神為我們所預備的 是一個永恆的產業 相對於這個世界的 我們知道這個世界 聖經上說是他所造的 神當初創造了這整個宇宙 這個世界 還有包括我們人類 所以剛才四篇九十五篇說 神是我們的maker 祂是造我們的主 那麼在這裡 亞伯拉安他說 他在等什麼呢 他在等一個神所經營 所建造的一個城 有根基的城 在啟示錄裡面 那個地方叫做新耶路撒冷 或者我們從新約的角度來講 就是神為我們預備的永生 所以神要創造一個新的國度 那個國度 亞伯拉安 或者說西伯萊斯的作者講到 亞伯拉安 以撒雅各 他們就是他們所盼望的家鄉 也就是說 這個國就是我們的家 那麼神創造的家 不是只有一個地方而已 而神是要創造一群子民 這一群子民 成為將來的國度裡的子民 好 下一頁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 在我們開始走這個 我們信仰的道路 我們開始走 神為我們預備著天路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是要離開 我們也開始要放下我們的世界 我們自己的老我 我們的 comfort zone 第二個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雖然我們將來有一個應許 可是我們在今生 我們仍然活在這個事業裡 我們就要學習怎麼做一個寄居的 如果我做一個寄居的 我就不會想要買房子 因為我知道有一天我要離開 那麼我就開始學習 如果我將來有一個永遠的更美的家鄉 我就開始學著 我不要擁有那些影響的東西 第三個我們來看看 亞伯拉罕他的終點 我剛才講到 這是神學上的一個詞彙 我們好像已經得到 但是又尚未得著 Already but not yet 在西伯拉署第十一章的十三節到十六節 這裡說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 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 卻從遠處望見 且歡喜迎接 又承認自己是在世上 是客裏 是寄居的 說這樣畫的人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房子 是一個不可以住的地方 但是我們知道 一個房子是不是一定是家呢 當夫妻吵架的時候 也許那個丈夫一點都不想回到那個家去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那個家 好像不屬於他 他覺得那個家 他沒有辦法得到安息 沒有辦法rest 在那個地方 他可能不覺得被接納 他不覺得那裡的人 把他當作是一家人 在那裡 在那裡 也許他既找不到人對他的愛 他也沒有辦法去愛那個家的人 所以 我們要有一個地方 要被稱為家 不是單單只有一個地方而已 而更重要的是 那個裡面有什麼 是不是 我們如果成為一家人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 我們在一起很自在 我們能夠得到安息 能夠得到休息 我們可以在裡面 感覺到歸屬感 有一個歸屬感 因為我們在那裡 我們覺得我們是part of it 那麼我們在整個家的這個觀念裡面 我們真的是要知道 要感受到 我們跟那個地方 有一個很深的關係 有一個relationship 台灣也有一個作家 叫做喜慕容 他寫了一首詩 叫做《香愁》 那他是這樣寫的 他說 故鄉的歌 是一支清遠的笛 總在有月亮的晚上 對不起 我重新再念一次 他說 他說 故鄉的歌 是一支清遠的笛 總在有月亮的晚上響起 故鄉的面貌 卻是一種迷糊的惆悵 彰好 乎騰巧 modest 歐礙 不老去 所以他講這 我們的家鄉 好像是一个清远的敌 总是在月亮 没有月亮 有月亮的晚上开始响起 好像在一个我们有惆怅 不时会怀念我们的方向的时候 我们会响起 我记得我当初来到美国之后 我从台北来到美国 我大概过了四年多之后 我第一次回去 回去之后我跟家完全不一样 整个都翻新了 当然比以前要现代漂亮多了 以前的平房都变成楼房了 以前的小巷子都变成大街了 但是我回去 我就开始觉得这个地方我很陌生 我开始有点失去了归属感的关系 反倒是我出来大概十四年十五年之后 我一次去了西安 我到了西安去 我觉得这里怎么这么熟悉啊 原来那里的街景跟我小时候 几十年前小时候非常非常地像 反而勾起我对以前我小时候的回忆 你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关系 我小时候的经历 让我跟我的家乡 跟那个地方 不一定是某个地方 而是在我的整个脑海的印象中 我就感觉到那里非常地熟悉 那么今天当神为我们一个预备 一个永远的家乡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我们到神那里去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有回家的感觉呢 我们会不会觉得这里很熟悉呢 这个答案在于 在今天的你我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多近 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跟神有多么的亲近 如果我今天我跟神很远 那就像一个我结了婚二十年 可是我每天跟我老婆 说不到两句话的人 我的老婆对我来讲 可能还是很陌生 因此当我们在这世界上 其实就是我们在经历神的一段日子 也是在被神塑造的一段日子 好像我们好像成长的孩子 父母亲花了很多的心血 要我们怎么样地成长 要我们怎么样地长大 上帝也是这样的 像父母一样的 带着我们走我们这段成长的路 如果我们做一个听他话的孩子 我们很自然地 我们跟这个神就会很亲近 我们就会很熟悉 很认识这位神 我们将来到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 那个有根基的城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好像回家一样 可是如果我们跟神 现在还是只是有一个名义上的关系 却没有一个实质 生命上是生命上的关系的话 我们可能到了神的那座城里 我们却不一定要回家的感觉 下一页 西伯来书的作者 在这里写这段经文 他的目的 他把它写在 西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一到第二节 他说 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 纯心忍耐 本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尽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所以西伯来书的作者 告诉我们 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 我们要离开 要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残绕我们的罪 我们开始走上一条信心的道路 我们开始走上一条 生命被神改变的道路 我们在生命的改变里面 我们会经过一些困难 经过一些苦难 但是所有的那些困难跟苦难 都成为我们认识这位神 经历这位神 和这位神亲近的一个途径 所以我们今天你我 我们都走在这条路上 盼望我们都能够这样的认识这位神 我们愿意来用信心顺服他 最后神就会带我们进入那更美的家乡 就像神应许亚伯拉罕伊萨雅客的一样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谢谢你 你爱我们 你塑造我们 因此我们求你这位塑造我们的神 你继续地来在我们身上做功 让我们有你的圣洁 让我们成为你恩典的出口 让我们有你自己荣美的形象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不论是在物质上 你在我们的情绪上 你在我们的灵命上 你都是这样丰富地供应我们 你都是这样的亲自地来引领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孤儿 而有你自己的带领 有我们天父的引导 我们为此来感恩 愿意赐给我们的恩典 也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恩典的人 让我们愿意把你在这世界上 所给我们这些暂时的产业 我们也学着来为你所用 求你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 今天的拜上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都是奉主耶稣皆圣 阿们 大家一起祈僱 永远来 以受诚助 virt选 谢谢大家